大家好 中国不满立陶宛允许台湾设立代表处 还用台北台湾那个名义 不是用中国台北的名义 那么这个10号不就是召回立陶宛大使 就是以示抗议吗 那么胡锡进呢 他呼吁什么 就是中国跟俄国 俄罗斯联手对付立陶宛 还说立陶宛爆发的这个民众示威活动 是恶有恶报 怎么回事 这是12号凌晨 他有小视频叫胡侃 他在这个影片片里边 他就称 他在此之前 他也是连续几天 他就是讨伐 微博讨伐立陶宛 不是真人跑到立陶宛去抗议 微博讨伐 他说在这个影片当中 他说立陶宛恶有恶报 还指呢 就是10号爆发了大规模示威 警方用催泪瓦斯驱散抗议政府歧视 为接种疫苗的民众 他在这个影片里 他就说呢 就说 俄罗斯呢 是最恨立陶宛的国家 中国有必要跟俄罗斯 白俄罗斯联手 对付立陶宛实施惩罚 中国需要呢 就是向这些美国的忠实走狗们立位 这个忠实走狗们就指什么 像立陶宛啊 还有立陶宛这些欧洲的小国家 亲美的啊 这都是美国的忠实走狗 他这话一说出来呢 小粉红不乐意了 怎么回事啊 小粉红 小粉红说什么 他说这个 你这乌鸦嘴啊 就别嘲讽别人 我们都非常害怕 一般来讲 胡锡进说出来呢 这事情呢 有的时候往往相反 弄不好呢 可能还坐在中国头上 比如上次那水灾 他不嘲笑人 德国那水灾 死了多少人吗 他刚说完 话音还没落 结果河南郑州就发生水灾了 所以他得乌鸦嘴啊 他不愿意 你就别说话 对吧 你说出来 每次都是打脸 对吧 他还爱说 这个民族小报 他还爱说 结果果不其然 俄罗斯独立报12号发表 发表了一篇什么呢 就北京呼吁与莫斯科联合惩罚立陶宛的文章 指出啊 环球时报称立陶宛的做法很疯狂 并强调该国是欧洲最反俄的国家 因此莫斯科还要和北京应该联合起来 狠狠惩罚他 那么对此呢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 卢金受访表示 俄罗斯没有任何特殊手段能够影响立陶宛 因此他认为 就这卢金认为啊 俄罗斯联合中国对付立陶宛是无能为力的 但俄罗斯可以口头谴责立陶宛 这个卢金还说什么 他说立陶宛是最亲美的国家之一 美国最近决定加强与台湾的关系 而立陶宛领导层决定冲在前面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往往会实施经济制裁 例如在针对澳洲还有南韩的势力上 就是就是你中国以前不是对这个澳洲 还有这个南韩也有这个经济制裁吗 你们也可以相同的做法用在立陶宛身上 但是这种做法对立陶宛影响不大 当然中国可以与立陶宛断交 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步骤 你看人家卢金说话了 这卢金是谁呢 他是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 一般像这种这种学院的国际关系系主任 基本上他的表态都是半官方 国际关系系或者国际关系学院 这都是培养外交官 培养这种间谍 培养这种特工人员 基本上都是像他们都是干这个出身 所以他的话基本上可以代表俄罗斯政府的表态 当然俄罗斯政府他不能亲自表态 他只能找就像这种亚政府的层面 一个主任啊 什么官员或者就是来表态 人家俄罗斯的态度很清楚啊 对吧 就是俄罗斯联合中国对付立陶宛 是无能为力的 啪打第一巴掌打你呼吸进去 第二个呢就说这个俄罗斯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口头谴责立陶宛 我们做不了 但是我们说说两句话 这可以对吧 你别指望我们有什么实质的行动 第三个呢就是俄罗斯没有任何特殊手段能够影响立陶宛啊 你说要联合我们俄罗斯一起就是惩罚立陶宛 我们也没有什么特殊手段能够影响立陶宛啊 你中国你要是愿意惩罚呢 你就可以自己去惩罚 没有问题 对吧 你联合俄罗斯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太多的工作啊 还有就是说 你看啊 他说你那意思 你中国你经济制裁 对吧 你对那个立陶宛不害怕你 你也可以试图跟那个立陶宛断交啊 对不对 做一个象征性的步骤啊 对不对 你中国你要别光就是动嘴或者经济制裁 这两个都不管用的情况下 你完全可以和立陶宛断交 对吧 说到做到对吧 像个男人一样 对不对 像你说就是当做自己是一个有信用的国家 对吧 说话是说话算数的 对吧 其他办法都不管用 对吧 召回大使也不管用 经济制裁也不管用 你联合俄罗斯 俄罗斯也没有办法做其他的 对吧 那你就跟他断交不就算了 老胡完全可以 就是发一个微博 直就是直接爱人民日报 直接爱新华社 你看在任何情况都无效 制裁都没有办法 情况下断交 从立陶的断交 是唯一一个可选项 你完全可以罚这种威国 对不对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你看胡锡进说什么 他说啊 美国不顾代价 强行从阿富汗撤出 导致喀布尔政权负灭 他真的是要从阿富汗腾出手来 更集中精力的对付中国吗 老胡的回答是 无论他是否这样想 绝没有那么容易 还写什么 老胡相信 美国决定从阿富汗撤军 最根本原因不是 他不再相信能打赢这场战争 花点钱还在其次 美国可以印票 从川普到拜登推出的计划 动辄上万亿美元 岂有打不起一场阿富汗战争之力 对不对 现在不是美国想不想打这个战争 还有打的赢打不赢 不是因为打不赢才撤出 是美国现在 我不想打了 这跟打不打战争无所谓 跟钱不钱的无所谓 没错 像你说的 我们美国人有的是钱 但是我不想玩了 就好像迪斯尼一样 我玩了 我去了好多趟了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不想玩 我对他不感兴趣了 就好像一个玩具一样 我现在对他不感兴趣了 你怎么办 我现在想撤出了 我想把他抛到一边去 我想从迪斯尼 就是我玩了半天了 我走了 可以了吧 饿了 我出去吃顿饭去 对不对 你还声拉硬拽着 你别走 别走 你在这 你再玩会 美军的腿长在美军身上 对吧 我的腿长在我身上 我愿意待就待 我不愿意待 我就不待 怎么着 你牛不喝水 你还强强摁头吗 对不对 你是米老鼠 你是唐老鸭 对不对 你有这么大吸引力 是不是 所以我就跟你讲 老胡就是这样 你别揣测别人 别揣测美军 你这个话 你可以直接翻译成英文 跟美军说 你别跟国民众说 再有给你 给你个建议 什么 在阿富汗 环球时报 然后 你们这个环球网什么 搭建这个阿富汗分社 你们完全可以称为阿富汗的新华社 阿富汗的人民日报 指导塔利班怎么去啊 就是进行这个就是阿富汗的解放战争 指导阿富汗塔利班啊 进行这个就是三大战役啊 阿富汗的解放战争 老毛以前不是在那人民日报写那个中山风雨 起仓狂 百万雄狮过大江吗 你老胡完全可以发这么几篇硬气的文章 给塔利班指导一下工作 让他们怎么能够啊 顺利的夺取这个政权 建立他们这个人民政府 你还可以甚至什么 就是要求就是中共中央 赶快拨一笔资金 在这个阿富汗建立这个天安 另外一个天安门城楼子 等就他们三大战役都打完了以后 让塔利班亲自在 就是建这个新建这天安门城楼子上啊 进行这开国大检 从此以后啊 就阿富汗人民站起来了 老胡你赶快写一篇这种的微博 爱他这个人民日报 爱他新华社啊 这是我个人啊 对你工作上的一点建议啊 好就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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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